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简歌技,我是简哥,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现在是下午6点半左右 我们今天就用华为P30 Pro来做个测试 这个是苹果X,我们来看一下像素 这是正常的,我们来放大 最大10倍,然后看一下摩天轮 我们这个小型的摩天轮 我们从照片上看的话,10倍的话噪点有很多 我先拍一张,拍一张,等会大家看一下 等会发给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这不是三星还是9加 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哇,这噪点 这噪点 哇,这噪点特别明显 它这放大也是最大事实 我也来拍一张 最后看一下我们的主角 华为P30 Pro 放大,先放大10倍 先放大10倍 一样的放大10倍 然后看到摩天轮 这个手机屏大家可以看到 有那个像那个电视上面一个一个那样滑动的 这先拍一张,等会大家对比一下 总体来说比刚才的要好 然后我们再放大50倍来看一下 哇,50倍 看到没,那里还有人在寻找 那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差不多可以看到 看那个字的话差不多能看到 但是有点模糊 毕竟我离那个很远 看到没,这很远的 已经是很远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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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哎 看到没,这有一个小姐姐 在自拍的小姐姐 看到没 哇,一路走一路自拍 不错,不错 它应该没有发现我 因为太远了,看到没 太远了,它看不到我 但是我能看到它 哎 哎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所以说华为P30 Pro 它照相真的 看 虽然说看远处照点有 但是的话 看一些事物还是有它的构造 还是不错的 至少买手机送了一个很不错的相机 还可以的 但是我看得出来 最后就跟着